爱说不说 喜喜 你告诉我 行之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教教授 我绝对不告诉任何人 哥哥说开车生气 不能说话 这车也没开啊 臭喜喜 你好 好 您好 是星海广告吗 我想租一下你们楼体 广告轮播位可以吗 没问题 投放什么内容 明星应援 哪位明星啊 刺猬小姐 先生 姐姐 妈妈怎么了 可怜了 可怜了 歌舞姐姐帮你治疗完了 是吗 来 我们看看 乖 细细真坚强 怎么样啊 各项指标都比生子好一些 看这个 是 船上的小女孩呢 是细细内心的真实写照 她知道自己现在状况不好 不过至少现在有了目标 那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就是康复治疗 不过康复治疗 对孩子的生理还有心理的要求 都会比较高 我建议呢 西西今晚上就留下来 做一个多道睡眠监测 有助于我们刚好地判断她的压力状况 行 那我留下来陪她 不要 不要不要 怎么了 不想留在这儿是吧 不是 我听格物姐姐留下 但亲妹姐你得回去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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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 哥哥晚上说等你 有惊喜 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细细我照顾就行 放心啊 我没说清楚 格物姐姐 我还要画画 走 咱们去画画 我们走了 我们去画画了啊 这边 这边 快走吧 快回去 这边 这个王冠 您能再亮一点 好好好 可以了 不能太浮夸了 不浮夸咱们去这儿 你对这明星 挺痴迷的 你们管他叫 虚拟偶像是吧 这个背景 如果投放到大屏上 是不是看不清 呃 还真是 我在家深刻看 这样 真的 我觉得差不多 我们这样 我连起来看看 好 那 来 没事吧 慢点慢点 还能走 是 我跟你说啊 这 这喝完酒 一吹风 那就上头啊 是是是 如果我是西西的话 我肯定会喜欢你 夜的安静 雨的呼吸 只因为你 变得动体 深藏几去 呃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西西还等着呢 着急着急回家 刀子一边全身 你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 刚才你说的话 我怎么没听懂呢 真不是 你走嘛 你 哥哥 我们要去哪里呀 到了西西就知道了 秦斐姐姐也去吗 秘密 我怎么会去哪里呀 你说这个 哥哥 啊 我们是来看演出的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啊 来 金肥姐姐 做好 演出马上开始了 演出剧目 坚定的西兵 欢迎来到西西的房间 是我 在西西的玩具王国里 漂亮的舞女 是最受欢迎的一个 西西很喜欢她的玩具们 可她不知道 每当夜幕降临 她睡着后 玩具们的狂欢 就开始了 这里有一位西兵 在她的二十五个兄弟中 她最后一个被逐出 因为没有了多余的膝块 所以她的腿有缺陷 没有办法像其他西兵一样 走路的姿势很滑稽 只有一条腿的西兵 无法走到舞女面前 可舞女却看到 西兵站立的身姿 是那么的坚毅和不屈 她很喜欢这个勇敢的小西兵 于是走到她的身边 陪她硬系玩耍 西兵想要舞女做她的朋友 舞女也很愿意 可大家都说不行 舞女那么漂亮 那么高贵 你这个人好温暖 我的温暖 是一个叫秦小斐的人给的 那虽然不高而别 让我惦记了很久 但最终 我还是来到了我的身边 老天对我还是公平的 金小斐 你真的让我等了很久 所以现在你能告诉我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小胖子 对不起 那天更有赛 我不是故意不去的 就在那一天 我爸爸出车 我去世了 后来我就跟着我妈一直搬家 转学 再后来她又结婚了 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很难理解她 但现在想想 她应该很难面对失去我爸的日子 我不应该责怪她的选择 不过 我真的很难融入她的新家 所以我就假借学跳舞的名义 离开家来了活海 可惜天不遂人缘 最后 我也没能守护着我跟我爸爸的约定 所以行之主 你知道吗 承诺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丝毫意义 未来发生的事情也都会改变 没有完成的梦想 也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我想在我还能承受的时候 远离任何坏的可能 金晓飞 以后我给你冲散吧 我的承诺 不会变 可以吗 她没报备腰伤 刘教官 咱们这边时间差不多了 您准备好的话 随时可以开始 你今天拍摄还顺利吗 工作再累也要记得吃饭 早点休息 记得多喝水啊 请医生忙呢 发微信了吧 跟谁呢 你们这么想知道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这么没机会 走了 走了 对不起 新生日出让她看到了吧 绝了 满面春风 浑身是劲的 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对不起 得逞了 跟勤飞 她这个样子 就算没得逞 也在得逞的路上了吧 还得是行善 恋爱呢 业务 薇姨 咱们装好了 怎么样 挺好的 谢谢啊 好 化妆老师 嗯 我觉得我这个妆啊 这个隐影的颜色 我不是很喜欢 底也不太好了 咱们重新画一下吧 薇薇姐 咱们拍摄马上开始了 重新画来不及 而且 你看秦飞老师 已经过来了 我说的话 你是听不懂吗 我说这个妆 我不满意要重新画 我再说了 我是节目组 正经请来的嘉宾 和那些凑数的 可不一样 干嘛 听不懂中文啊 不然我用英语 再给你讲一遍 薇薇姐 这化妆的时间 都是节目组 提前和大家商量好的 而且我姐还特意 晚来了十五分钟 你这样是不是 有点太过分了 老师 刚刚有人说话吗 我怎么听到什么动静 说耳朵 咖飞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 千万别同情心泛滥 这话 是说给聪明人听的 对 秦菲姐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没看见呢 薇薇姐 我都来这半天了 你都没看见 眼睛也不好使了 人呀 年龄可以谎暴 但身体不行 还是很诚实 不服劳不行啊 displayed 我 完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